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发现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首先这个很大的一个污染源 是来自于燃煤电厂 那燃煤电厂要怎么降载 是来自于经济部 有没有很好的能源的具体的规划 但是这阵子我们都没有看到经济部 在这个记者跟这个新闻媒体上面露出来 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在经济部前面 希望经济部不要卸责 这个空污的问题 经济部必须要担起更多的责任来面对 过去其实北部的这个空气污染机 其实也是相当的严重 但这几年 这几二十年来之所以有所改善 确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过去有很多生产的工厂 其实逐渐的转移到了中南部去 可是这些工厂我们知道 它大部分的总公司 它可能还是设在台北新北市 它的税还是缴在北部 可是污染留在中南部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必须说 现在中南部的空污 它的危害 它的威胁 其实北部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我觉得北部的朋友应该要更积极的节能 提高能源效率 甚至发展再生能源 这是北部其实应该要做的责任 虽然今天我们在座的团体 大部分都是在北部的公民团体 但是我们支持中南部的燃煤电厂应该要优先的减少燃煤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 但是基地部虽然要团化了一个 从现在其实是燃煤占比百分之四十六的发电量的这样的占比 在205年的时候要降到百分之三十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幅度对于中南部的朋友来说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中南部的燃煤电厂应该要优先的减煤 尤其是台中火力电厂尤其是新达发电厂要优先的减煤 这是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做的 所以今天要求经济部要出来给大家更明确的 中南部燃煤电厂的减煤的期程与计划 不要只是在拿全国的这个减煤的计划来出来敷衍大家 确实空的问题也不只有燃煤的问题 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占比 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业的固定污染的源头 所以在这个固定污染源 工业固定污染源的源头上面 也不能只靠环保署的工作 今天经济部应该要提出更明确的 更具体的 更积极的我们的这个工业锅 改换成天然气的计划 甚至是这天然气的配置的管线 经济部也应该跟地方政府积极的协调 让我们更多的工业区 可以不要再烧燃煤 不要再烧重油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些重大的污染源 其实经济部应该在前头在工业管理的时候 就要求他们必须大幅的减排 甚至我们这些经济部相关的优惠补贴 都应该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要求 我们的这个工业污染源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解决 我们在固定污染源的问题 有很多的特定的政策或是媒体 一直以如果要解决空 就只能选择核电这样子虚假的对立 还要求大众回去选择一个同样是高危险高污染的能源 那我们必须要强调这绝对不是台湾能源转型的道路 那费荷跟减煤是台湾做得到也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求大家再回去用 也不会再牺牲另外一族人的负变 当然中南部大家跟北部是命运共同的 感谢台湾的深汉跟北部的团体共同支持中南部减煤 我们是要拜托政策部听起来 今天要减煤的是重灾区空重灾区的重南 不错去啊我爬到一场 肯定台湾市政府已经踏出小小成功的一步 当然我们是这里还不够 星达电厂、大林电厂、还有麦寮电厂 这全市的最大三个跟全市的最大五六三个 给咱们的电厂要努力的时间减少 因为中南部的减少也会改善北部的空污 我们在10月29号那天的空污 我们已经清楚看到中部的空污明显飘到台北海 很清澈,所以其实如果是明显共同体 很激烈 所以台北头的看,它是黄色的 中部是黄色的 竹山是开心变形的 但高城、橙色的 我现在告诉你,左领 他现在的PMC是100 他的PMC的平均值是100零 两个数数是100零 但是松山就是移动平均值是15 一个是6,移动平均值是6 那旧移动平均值是差1倍 即是指是差1倍 所以不是差2倍,即是差3倍 旧陶杰都多多 旧移动平均值是差1倍 即是指是差1倍 同样一个高铁的起点 这代表台湾的北部大脑跟8倍 比起来 空气平均值是差不多16倍 到1千倍 希望大家努力之下 全台湾大家共同关心 大家站出来 希望终结一个天空 两个台湾 不要让北部更南 南部更黑